由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主辦的 第32屆省民寫作大賽 中文兒童組7至9歲 主題是夏宇天 今次我想講講郭偉俊同學的表現 我覺得偉俊同學這篇文章的佈局很精彩 他將作畫和語境連貫起來很有意思 他寫窗前的描述是寫得最好的 不過他要留意一些字 例如轟字三個車字的擺法是不可能太疏離 嚴格來說都是寫錯的一字 講回他這篇文章 他正在家裡畫一幅畫 這是佈局 忽然之間窗外天空是黑厄厄的 厚厚的烏雲對織得好像一座山 因為這個小朋友喜歡畫畫 所以他的描述是很細緻的 他將很多語境都畫畫畫寫出來 我特別喜歡他這部分 語點連成語詩 語詩即成幕布 為天地蒙上一層面紗 又在玻璃窗上畫了一條又一條的小河 很具體 一條絲好像布一樣 大雨到簡直是看不到 另外當他小一點的時候 他看到一行一行 好像一條河一樣 這一段寫得很精彩 當然他最後連結得不錯 他就說 樹木和小草都好像喝足了水 心滿意足地笑了 原來雨後之後的草木是另外一番景致 真是爽了 我對他描寫的細節性是很讚賞的 這一篇是一篇很好的文章